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要给他吃好的然后尊重他 你一定是他的主人 你可以不离不弃 你可以不是很爱他 但是你不要抛弃他 但是就是你就尊重他 跟他平等 如果是在一个屋也是要生活 你就平等齐居也是就这样 慢慢的你们的感情非常好 你要是太腻腻的那种 那是宠物那不是狗 就会让这个狗丧失了那种熟性的能力 就是他就没有那种 就是自己就是这只狗就熟练不出来了 就是那种很软弱 就是宠物傻呀 真的是猫也能一巴掌把他拍死 就是你要是这就是宠物啊 宠物是没用的知道吧 宠物是咬不了栽的 很多人去养一养东西 要么把他当宠物养 要么就是 就是说不管他或者什么 你看其实能处理 有时候养狗处理的 反正就是你就是我家的一只狗 反正你也看嘛我也为你 我也我也爱你 也不是什么样有感情 其实淡淡的其实挺好 但是你要是说培养这种 优良品种的狗 你对他的尊重 跟稍稍刻意的一点点照狗 他会很感动的 你要是太厉害他的话 他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 你应该那样 你就是平平的 他就是狗 你就是主人就是人 狗跟主人是有区别的 然后呢你对他对待他 然后你可以的给他加点东西 食物啊今天为他个骨头啊 加一点骨头啊 加一点肉 他就很开心 就是就是生命等级不同 就是平等性 但是生命等级是有区别的 你养成丑物就就没用了 对口现在已经养成丑物 这么很多人要 在家养就养成丑物 要么丑物就是要么就是 就像阿丽说的就是 就不管不顾的就是 反正喜欢就是 就好像你小孩子 我爱猫 我爱鲸鱼回来了 你掐死了 就爱的把他切 他不懂的 他就回来 爱三天半第四天不爱了 把他扔 饿死他 就是管也不管了 就是两种极端 这个这个养丑物 你不要很多人养丑物 他为啥把他养丑物 因为他依赖 依赖 他侮毒 他侮毒寂寞 他依赖一种感情 所以他会把动物拉回来 当成自己情感上的互相依恋 这样这个狗就很难 其实并不能训练出一只很优秀的狗 尤其打猎啊 那种猎狗啊 那种那些东西 就像那种 就是牧羊群 还有那种 藏狼啊 那些就是很忧准的 那种狗的野性 就一下子 当初我把他就给眉毛了 淡淡的跟他 跟他站在一起 他就是狗 我就是主人 但是呢 我们是平等的 我尊重你 这个狗一定会很厉害 真的是 你带他出去 在那儿很威风 他站在那儿 就是狗 主人 但是呢 谁敢过来 很厉害真的是 他那种气 他那种气 就是我跟主人是平等的 但是我们互相 就是互相保卫 互相保卫者 就是那种 站在那儿 真的是捍卫着你 捍卫着主人的权力啊 你保护他 他捍卫你 就是那种 那个时候你就带着 就像新华 带着一只狗 去站在那儿 拍个骗子 那就很行为了 就是站在那儿 就别跨个 不用拿枪 你就立切着狗 站在那个 站在那个草地上 但是你要咬头丑物 那个狗 就 就 也许抱着 也许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 但是你牵着他 然后站在那儿 那种狗 狗是狗 你真的是很厉害 那种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看拍出的照片 它又不是警圈 又不是那种 部队上那种的 又不是丑物 就抱着 那种 但是那个狗的那种 那种个性啊 那种 你能把一只狗啊 把它的个性 充分地发挥出来 那是平等导致的 就是 最高的见 就是你跟它平等 那个狗 就完全把狗性里边 那种 就是那种 狗 狗是很义气的 仗义啊 狗是仗义的 所以仁义理智行里边 狗 狗是最义气的 但是狗呢 狗自私 就是 但是专注 自私专注 多疑 狗的个性里面 就疑心很大 他所以有点风吹草的 他就 他就会 就看 就疑心啊 怀疑你 怀疑有贼啊 什么 但是他很仗义 一旦他取得 他的信任就可以了 他就是 一生会 会害人 一旦他认中你 他就认 一生 他就会记住你 就很厉害 但那种 气质啊 就是气质啊 狗 站在那种气质 一旦那个个性 出来的时候 就像这种 叫什么 编雾 就是他 他有品质的 有的狗是有品质的 有的狗没有 真的是 掠准狗没有品质的 有些狗是活品质的 站在那 他不是你给他吃什么 他那种 他那种气质 那个神啊 那个野神 包括那种头那种 长在那 就像那种上额 他不是说是 他长的什么虎头 他是站在那种气 他就很多东西 狮子也是 他老爷 他叫那一声 百瘦 文风上带啊 他那种气 他真的会吃它们 也不接着 他就有那种气质出来 把他养出气质 淡定 平等 拍拍 安慰他 不是就是拍拍脑袋 你好吗 问好一声 真的是很淡定 你回去就算家里个伙伴 你问他 然后给他吃 但是吃是一定要有的 你是他主人 你要 你是他主人 要给他吃好 要懂得他吃什么 一年四季 冲夏秋冬 他要该喝水了 该吃奶了 或者是吃什么东西 给他搭配一下 懂 就是懂得一直 那些编目的 他是一年四季 要吃点什么 用什么营养的补充 你一旦把这个掌握了 这个是个死规律 剩下的就是中重 你有别 不让他离得太近 也不让他不处你的 不要他这里是要太挺你 太拱 那个是 那个就没大小了 知道了 你训练不出他 就没大小 他就会捏捏 他就会 有时候 撒娇啊 撒娇 撒娇就是太过了 要在他面前树里威严 然后呢 再教育他 那个一定给他吃好 吃饱 吃饱 最起码吃饱 再吃饱以后 再交流 那个狗的个性 一个有个性的狗 你知道吗 那就是两种 就很厉害 狗自私的一种 狗的私心多疑 狗私心很重 其实 很执着嘛 他就是 有时候 其实有时候 很执着 就是说 他只为主流一个人服务 也是私心 也是自私的一种 他不会看别人的人 你对他再好 他也不会 对 你对他再好 你很再好 他要这种 你是主人 别人对他再好 他也会离开你 他会走的 嗯 这个 你没有养出品质来 还是 这个东西 这半天就已经养出重度了 这东西 我跟你说 你真没啥品质 叫一下他 这个话 这个话 我看他旁边一六七 他走去西方一下 我看一下一下 这也是在教育的 就是 你弄了一个小混合 下来就行 他也没可能他没见过 就像一个人做事 教育的 这就是教育 就是 就是 就是你 父母要教育孩子 主人要教育你的动物 你要真的想养他 但是你说 随便养了 我就 我就是当个 动物玩的那无所谓 但你真想培养出一只 有 有良品种的话 那就是要 要性格的 那你这个狗做事要有底线 你给他定的游戏规则就是底线 有的可以吃 有的不可以吃 有的可以做 有的不可以做 要底线 可以 有时候可以教 有时候不可以教 不是随便看见人 就要乱叫的 在哪可以拉 这不是底线吗 底线就是品质 有些东西 有品质的狗 有性格的 有个性的 有品质的 最后跟主人差不多 笑吗 咬咬咬 笑出来 站在那的样子 你慢慢看 谁咬咬 快笑 谁 就是在猜出去 人家那个村子里的狗 都行走 走到我门口 就汪汪的叫 这只狗从来不叫 谁来了就跟着摇尾巴 他倒也不得 有的狗 但是品种真的还是蛮重要的 如果这个狗是 真的是说是聪明的狗 他不是不叫 他觉得不值得叫 因为他在头脑里面会判断 我该不该叫 就是说 我叫有什么意义 我叫是咬人 还是我是报警 还是我到底为啥叫 还是吓唬 让他全是懂 怕 怕 他是怕 小狗狗跟他叫 让他戒的手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 完全是为了 就是他 他就是 就狮子你把他瘸起来 他明天出去也怕兔子 你知道 他就不知道他是狮子 你知道 兔子看见他跑 他以为 这怎么了 兔子跑 哎呀 还以为他要晒跑呢 他就忘记他的事 他真的不知道 他就是谁 放了太久了 带他出来 带他出来溜嘛 最快是跟他 如果有 一群狗 这就是我们 知道我们是谁 告诉你 你是佛 一羊狗 你就合成那羊狗 你让他多跟狗接触 他就会慢慢学会了 这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狗不知道 你只是把圈牙的宠物一样 哪圈牙 都不知道他是编墓 但是狗狗一来 你说编墓 他不去牧羊 他不是去了 他本身就谈不上是编墓 但是什么 他没有做过 他该做的事的时候 他就不是编墓 编墓个啥 编墓是要去牧羊的 要有责任 跟死命的 他没有死命感 没有责任感 可以不牧羊 但是他要有死命感 跟责任感 就那些东西 一到站在来 他就懂得他要去 他那些事情 是他该做的 那才叫品质 没品质 他啥也不知道 没品质 他啥也不知道 带他看看电影 有想起 那些微信上 微信上有个人 摇了个大股 他就会 抗大股道 你再说 他就在微博上 有照片 有个老头在那坐着 旁边握着一只大股 连毛都叼着没了 他就挑衅人家 老头不给他 他就说 我这狗跟你那个狗打一仗 对我 那个行为没有规范 你说多少 你这是狮子 是啊 你没有消耗他的 拖了毛的狮子 站起来叫了一声 狗狮子就好 他很明显 他说 你这啥狗 老头说 没掉毛钱叫狮子 掉了毛不知道叫啥 你又没消耗到他 他就会很难控制 有时候 他没掉毛钱叫死 没有 我看 太糟了 撞死了 挺好的 我觉得有时候看的 跟小孩子一样 有时候有时候 他也会有些个性 有些东西 我觉得 有时候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有时候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我觉得 有点个性好一点 猫 太过了 太过分了 没啥 没啥底线 他又吃了又跑了 他觉得人跟他活的也差不多 也不是很开心 他认为是另外一个物种吗 是啊 狗 狗 但是他两个关系 要么你是他主人 要么他是你主人 狗的关系 你还记不起这个 他只是说 就我跟你相处 但是觉得你也不快了 有些狗的 就对主人很好 其实他是觉得主人孤独 真的不会知道你孤独的 你以为不知道 不是 日本那个老狗快死了 陪了那个主人十几年 他快死了的时候 在通灵的时候 有人说通灵 会听狗的语言 那个通灵就是在说 听他最后说什么 他说 他想继续照顾你 他要 他觉得你很 就是孤独 还是什么 就是觉得你很难 他想 那你视频真的假的 是这样的 狗是真的会觉得你挺孤独的 哎呀 你以为你你陪狗呢 狗真的是陪你 我太想孤独的 狗是天生 你看那个视频 那个人躺在车 狗是天生的 他忘不了你 他是很专注在情感上 他就觉得 哎呀你为了我 我就应该跟你在一起 就这样子 他有些东西 但是他会觉得 你活得不变得比他好 有些狗很聪明的 真的很聪明的 在情感方面 我觉得有些动物很聪明 就是他 因为他专注 所以聪明 他就很敏感嘛 在情感上的东西 他专注 但是他当然不会 不会就像人类了 去制造什么 原子弹啊 制造这些枪啊 什么 他没有这种能力 但是在情感上 因为他单从专一 所以他其实很敏感的 不是有一个 我看也是微博 那个主人 把那个狗要扔了嘛 最后那个狗咬舌尽 他拉在车上 那个狗就自己 把舌头咬下死 就是自杀嘛 他 他会懂得那种抛弃啊 他还觉得你抛弃我 他对情感上就是有些要求 他不认为你在拍下 他觉得你好 就是聪明的狗 那不聪明的那些 有时候有些走心走心 真的是动物 低等的 太低等 要是自己都活不好的人 我觉得能真心的带一只动物 也不知道 他只是依恋那种 有时候 有很多人养狗 养虫 就是空虚 所以跟狗的感情啊 部的感情好像很好 就是这样 其实没有人真的去了解过 那个动物在想啥 做啥 它需要啥 还不上 就是没有平等啊 没有任何平等的东西真 人就是有优势 我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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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